嗨,今天呢,天已经暗了,所以呢,我就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录这个视频 那我是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我面试后的情况 那上个星期五我录视频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我有面试 然后呢,面试以后的两三个小时之内呢,我已经拿到了offer 那就是从口开始跟大家讲我怎么会去找到这份工作的吧 因为很多人好像蛮有兴趣,就是喜欢听到我的工作方面的事情 其实我有了孩子以后嘛,就是觉得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balance的一个工作 因为其实我以前的工作都要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呢,每天都要赶回来见儿子 现在呢,就是在家里上班呢,就觉得时间比较flexible一点 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在找一份可以在家里上班的工作 那就是逼迫呢,一定要转一个工种 所以呢,我就去找一份就是可以在家的上班的那个部门呢 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就是在那里面 那个部门就是什么人都不认识 但是我一想,呀不对,两年前我其实有跟有些人在上过班 那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坐在最高位的一个level 6的一位 就是mentor,就是他以前跟我上过班 那个时候我是level 3 那我现在是level 4 那就是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 因为我就写了一个email给他说 我要找一份工作,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他就马上写email给我说,问我要我的resume 然后就第二天呢,第三天就有人就是联系我 可以说有一份工作正好available 那那个时候呢,那份工作正好是这一位level 6 他手下需要一个人帮他做事 那就是因为他以前帮我做过事 所以他能够知道我的工作能力 所以呢,这份工作真的是得来非常的容易 就是非常的轻松 虽然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 就是好像还没有做过很多的时候的一份工作 因为我11年半 但是做的这一,就是历史现在我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很久 所以呢,这三个月,八个,八月份开始到 至现在我开始慢慢的熟悉要做的事情 就现在就比较的顺手一点 那这三个月内呢,就是我老板 就是这个level 6的一个老板 他一直是在帮我 但是现在他都不用就是管我 他就让我自己去运 做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我的能力还不错 所以我在三个月里面就能够做得很好 但是我的工作真的是有的时候忙起来很忙 像我今天就坐在这个 我的座位前,就是在家座位在这里 做了从八点做到五点不到 然后又去接我的孩子 那我今天就是最近一直在喝这个柠檬的泡的水 就是喝水很重要 然后就是我最近想美白一下 所以我就一直放柠檬在我的水里面 然后呢 关于工作这方式 我还想跟大家讲就是 你不论是刚刚开始工作还好 也是在公司像我一样 总是希望有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 在工作上可以问一些问题的 那这些人一般来信都会比我年纪大一点 因为你想看比你年纪小 做的比你高的是比较少的 当然也有是比较聪明的人 就是做得很棒 做得很就是上升上去很快的 我有看到过 就是比我年轻的 跟我做的是level 4 像30岁的人level 4也蛮多的 那我已经快38岁了 但是像我这样的年龄 我觉得做得成功的也是 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成功的 像30岁能做到level 4 我是觉得它是那种靠关系的 其实在美国我觉得靠关系还是蛮多的 虽然不用在国内你要送小 送那个什么钱包啊 或者是那种 但是在这里你如果有这个关系 有朋友那种关系 他愿意帮你的话 真的事情会简单很多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可以有一个人 想让你在后面推你上去的话 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这份工作我现在想 像我现在是level 4 那我老板是level 6 那如果我真的做得很好的话 然后我可以明年跟后年做出一些事 就是业绩的话 那我想我可能过到两年三年之后 我可以就再升一下 因为我是在前年升到三升到四 那不可能就是这样子 一直往上升 就是其实你多赚了钱以后呢 就是工作压力会更大 因为你的要做的决定 跟你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而且像我现在做事 我一天可能要做20件事 20件事情一个人做 做得很快很快 那种就效率非常高的那种 那我还要讲一些什么工作的事情 OK好 那就是讲一些就是我拿到了offer以后 要去counteroff的事情 那做counteroff的话 如果你是从低级上到升高级 比如说从三升到四 一般性你counteroffer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起码拿个百分之十啊 十几 但是我这一次的情况 真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就是从level四变成level四 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那虽然是不同的部门 他给我一个offer 但是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真的是太贪心的话 就是如果我counteroffer太贪心的话 比如说他给他 因为我这一次工作的offer 他有给我一点涨工资 虽然涨的不是很高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对我来说我还要感谢主 就是说好像就是最近 可能就是买了chanel包以后 最近其实有一点点小发财 那除了工作上面 稍微就是这个offer 有往上涨一点工资 然后其他的投资我也有赚钱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我要感谢主 能够answer我的prayer 那这一次他给我涨了一点工资 这个offer以后呢 我还是觉得 我要counteroffer一下 为什么 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非常有竞争感的 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好了还要好 然后就是很要上进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非常喜欢那个 跟别人拼比那种 虽然我是女孩子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很多 工作人员都是男生 所以我 我这次有counteroffer 今天早上 然后但是我这个周末 一直在想我的counteroffer要多少 那我就是想跟大家讲 就是在我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一直会想 但是我会去找我相信的朋友去考 就是参考 就是大家讨论一下 比如说我有 我有一个朋友 他离开我的公司 那正好他比我大很多 快要退休的人 然后呢 他就一直给我一个很好的advice 每一次我去问他问题 他都会给我一个很好的advice 所以我这次也去问他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在公司跟我一起上班的 但是呢 不是很亲 很接近 然后我跟他之间 其实没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他呢 也是一个比我做的比较高的 一个manager 所以呢 他就是对hire人呢 很有那个经验 他就会跟我一些 意见参考 所以我这次呢 就是觉得 我一定要counteroff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希望被别人 就是好像觉得 我很好欺负 你给我多少 我就拿了 我还是要去争取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不跟他讲 他永远不会给你 对不对 所以我这次 就counteroff了一下 总共加他给我的 我就是稍微 可能翻了两倍 就是他是1%的话 我就2% 那我是觉得 至少我让他知道 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因为公司哦 就是你 你如果不发声 不发飙的话 他就欺负你 我是不喜欢被别人欺负的 我认为我工作能力很强 我认为我就应该拿这些钱 所以我让他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自信 然后非常 那种那种那种人 你知道吗 因为我换了一个工作地方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 就是给我一个回答 到底是他accept我的counteroffer 还是要再给我meet in the middle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 我这次还是蛮幸运的 不管他有同意还是不同意 至少我是不会有后悔 然后呢 这次如果他同意的话 我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也能够知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方法 看去 刺探他一下 他到底是对你的印象如何 因为我是觉得 因为我八月份开始上班 就他同意 就是这次给我offer 给我涨工资 我就觉得他们对我是 蛮有好感的 所以才会给我 就是一个offer 是比我以前赚了多的 好 那我有听到 我儿子可能要冲进来了 所以我就 先讲到这里吧 我会可能再讲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拿到offer以后 给大家讲一下最后的结局 那我就是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理出来的一些染发的东西 但是我已经过期了 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东西 那个时候我是在去加拿大的时候 染发 因为我这个地方买不到嘛 也没有在网上买 但是我真的要去染发的时候 我发觉它已经过期了 所以呢 这些我买的都已经过期了 这个我以前用过 就是比较平常普通的 比较深的颜色 那我本来想说 今年就是快冬天了嘛 所以我想说 可不可以就是 染一个比较冬天的 深的颜色 那其实这个颜色很漂亮 是粉红色的颜色 你叫玫瑰的棕色 但是它也过期了 所以我想说 过期东西还是最好不用 那我就打算在网站上面 买一个新的在染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染我的头发 那我也不急 因为我前两天去逛街 别人说我头发颜色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 就是很多人看我 我就先等等再说 所以 我过两天再往上面订购一下 然后如果买到的话 我再给大家讲我买什么颜色 好 那我是希望是大家 能多多支持我 下面留言跟我互动 那我很高兴 大家能够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